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在前面呢 我们就对这个物理层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学习 那么对于物理层呢 它主要是进行这个不同设备的连接 以及传输这个比特流的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将进行这个数据链路层的一个学习 那么同样的我们在学习之前 也来看一下这个数据链路层 它位于我们的网络层次里面的哪一个位置 那么数据链路层呢 位于这个物理层的三面一层 那么由这个数据链路层 以及这个物理层呢 就组成了TCP IP试层模型里面的网络接口层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这里面的数据链路层 那么对于数据链路层呢 它主要是要解决三个问题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 是这个封装成真 第二个问题呢 是这个透明传输 第三个问题是这个差错检测 我们通过了解这三个问题 以及学习这个数据链路层 它是怎么样解决这三个问题的 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个数据链路层的学习 那么首先呢 我们学习的是封装成真 数据链路层是怎么样把这个数据封装成真的呢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 那么首先什么是真呢 那么数据真呢 它其实是这个数据链路层数据的基本单位 那么如果说在物理层 比特位是这个物理层的基本单位的话 那么这里面的这个数据真呢 就是这个数据链路层数据的基本单位 那么这个发送端 如果说这个数据链路层 它接收到网络层的一些数据之后呢 它就会把这段数据前后都添加一个特定的标记 形成这个数据真 那么这个添加的操作 就是在这个数据链路层里面进行这个添加的 那么接收端呢 它在接收到这个数据真之后呢 它也会根据这个前后特定的标记 识别出一个数据真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知道 这个只有在数据链路层 它会认识这个数据真的 在物理层呢 物理层并不会管理这个数据真 它是什么 它有多长 物理层它只管进行这个比特链的传输 那么这个呢 也是计算机网络 它在进行这个层的设计的时候的一个特性 一个原则 那就是层与层之间是相互独立的 并且相互结偶的 那么在这里面呢 物理层它就不会管理这个数据真 它具体是什么东西 它只管这个比特链的传输 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图示来理解这个封装成针的一个过程 那么对于封装成针呢 首先在网络层呢 它会把一些IP的数据报给传送到这个数据链路层 那么数据链路层在接收到这个数据之后呢 它就把它看作是这个数据真的一个数据 然后呢 接着会在这个数据真的前后添加一些标记 在前面呢 添加一个标记 表示说这是一个数据真的头部 那么这个就是真的手部 那么在尾部呢 它也会添加一个标记 那么这个标记呢 就标识说这是这个数据真的尾部 那么这个就是数据真的一个情况 从真手部到真尾部的这么一个长度呢 就是属于这个数据真的长度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数据真的呢 它的这个结构是非常简单的 有三个部分 首先呢 是这个真的手部 一个特殊的标记 然后呢 是这个真的尾部 它也是一个特殊的标记 其余的呢 就是真的主要数据了 那么这些数据呢 它是由上一层 由这个网络层所传输下来的 而对于这个数据真的呢 它在物理层表现的形式 就是很多的0和1 这么一个比特流 那么这个呢 就是数据真的一个图示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数据位于这个数据链路层的 一个表现形式 以及位于这个物理层的 一个表现形式 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对于这个真手部 以及真的尾部呢 它其实都是一些特定的 控制制服 也就是说 它实际上也是一些特定的 比特流 就比如说真的手部 它的比特流呢 就是7个0和1个1 它是这个SOH 这个控制制服 然后呢 还有这个真尾部 那么真尾部呢 它的比特流是 5个0 1个1 再加上2个0 所形成的一个控制制服 它的控制制服的 英文名字呢 叫做EOT 那么这个就是 真手部 以及真尾部的一些 特定的比特流 那么在这里面 可能是同学 就会有疑问了 如果说我们的真数据里面 也有 恰好也有这些比特流的话 怎么办 那么这个呢 就需要学习 我们本节课 第二个部分的内容了 第二个部分 是这个透明传输 那么通过学习 这个透明传输呢 我们就可以解决 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问题 那么在学习 这个透明传输之前呢 我们也先来了解 这个透明 那么透明呢 它其实 在计算机领域 它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术语 我们平时 在设计一个API的时候 我们会常说 你这个API 设计的足够良好的话 那么底层的 这个API的操作呢 对于这个API的调用方呢 它是透明的 那么这一个 就是透明 我们采用的一个例子 那么除此以外呢 这很多领域 都有这个透明的 这么一个概念 再比如说 我们刚才的这个 数据链路层 以及这个物理层 那么对于数据链路层来说呢 物理层 它所做的工作呢 它是透明的 那么物理层 只需要提供一些API 提供给这个数据链路层 进行使用就可以了 那么这一个 也是透明的一个例子 那么对于透明呢 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 很形象的例子 就比如说 在你面前 有一个透明的玻璃 那么这个玻璃呢 它是真实存在的 但是呢 你却看不到它 那么这个透明呢 它就是一种 实际存在的事物 但是呢 又看起来不存在的一样 那么如果 把这个透明的 这个概念 使用到我们的 数据链路层的话 那么它的意思就是说 透支制服 在这数据当中 但是呢 我们要当做 它是不存在的 去处理 那么这一个 就是透明 它在应用到 这个数据链路层里面的 一个表现 那么这个数据链路层 它是怎么样做到 即使这个控制制服 位于数据里面 但是呢 还是可以装作 不存在的 去处理的呢 我们接下来 就来学习 那么首先呢 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 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就是 数据里面 恰好有这个比特里 的话怎么办 那么我们接下来 来看一个形象的例子 那么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在这个帧里面的 数据内容里面呢 有一个EOT的 这么一个控制制服 那么如果说 我们没有进行 这个透明处理的话 那么在接触段呢 很可能就会 把这个位于数据里面的 EOT制服 看作是数据帧的 一个尾部 从而识别出 一个错误的帧 那么这是一个 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呢 如果说我们在底层 不做一些操作 不做一些改变的话 那么即使我们把这个数据帧 进行了重新的传送 还是不能解决的 所以呢 我们在数据链路程 必须要做一些操作 使得这个接收方呢 不认为这个数据帮里面的 EOT这么一个比特流 是这个控制制服 那么怎么样去做这个操作呢 我们接下来就来了解 那么我们也提到了 我们需要对这个数据里面的 控制制服 进行这个特殊的处理 那么我们处理的方法呢 就是在这个特殊的 控制制服前面 加一个转移制服 那么这个ESC呢 就是属于这个转移制服 如果说数据帮里面 有这个EOT制服的话 那么我们就在这个EOT前面 增加一个转移制服 ESC制服 那么这样子的话 接收到这个EOT制服的话 他就会先判断 在他的前面 是否有这个转移制服 如果有这个转移制服的话 那么接收到呢 就认为这是一个位于 数据报里面的EOT 比特流 从而不把它看作是 这个数据帧的尾部 那么这个时候 可能是同学就有疑问了 如果说这个数据里面 也出现了这个转移制服 怎么办呢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转移制服 重新的转移一次 如果说有一个转移制服 那么在前面呢 我们再给他增加一个转移制服 那么这样子呢 就可以解决 数据中也出现 转移制服的这么一个问题 相信同学们 对于这个特殊制服的处理 都有比较清晰的了解了 也了解了这个数据链路程 它是怎么样进行 这个透明传输的 那么在这里 有没有一些同学 对这个转移 有事成相识的感觉呢 那么其实 我们在平时 在编程的时候呢 这个反斜杆呢 一般呢 都是看作是这个转移制服的 那么这个反斜杆呢 我们平时在编程的时候 也经常使用 比如说这个反斜杆 加上一个N 表示的就是这个换行符 反斜杆 加上这个T呢 表示的是一个字表符 那么这一个 就是属于编程语言里面的 转移制服 以及控制制服 那么在编程语言里面 如果说我们需要输出一个反斜杆的话 我们通常呢 也会在这个反斜杆前面 再加上一个反斜杆 表示说 它不是这个转移的作用 如果说我们需要输出两个反斜杆的话 那么我们就需要在前面 添加两个反斜杆 表示说 这两个反斜杆都不是这个转移制服 那么这一个在编程里面的转移制服呢 它其实和这个数据链路程里面的转移制服 是一模一样的 同学们在这里面可以类比的去学习 好的 了解了这个数据链路程的透明传输的功能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第三个部分的内容 第三个部分是这个差错检测 那么数据链路程呢 它还负责这个差错检测 什么意思呢 差错检测它指的是 这个因为物理层它只管传输这个比特流 它没有办法控制以及判断是否出错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物理层它在传输这个比特流的时候 受到一些干扰 比如说一些宇宙射线啦 或者是闪电啦等等的话 都会影响这个比特流的传输 那么物理层呢 它是无法察觉这个比特流的错误的 因此呢 在数据链路程呢 就有这个差错检测的这种功能 数据链路程它可以判断这个比特流是否有出错 所以在这里面数据链路程它负责起这个差错检测的这么一个工作 那么它是怎么样进行这个差错检测的呢 我们下节课再来学习 在本节课我们只需要知道数据链路程呢 它有这个差错检测的这么一个功能 最后简单的来总结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这个封锁成针 第二个部分是进行这个透明的传送 第三个部分呢 是这个差错检测 那么这三个功能呢 也是数据链路程的基本功能 对于这个封锁成针 以及透明传输呢 我们都是有所了解的了 那么在下一集课我们将会学习 数据链路程它是怎么样进行这个差错检测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节课的主要内容